沈州18号载人飞船25号晚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研究员苍怀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沈州18号载人飞船搭载了空间先进水生生保系统实验项目 将实现中国在太空培养脊椎动物的突破 这次的话我们有四项科学研究项目 开展空间实验三项深入的一项材料 苍怀星介绍 沈州18号载人飞船为空间站送去了五个货包 总重约34.5公斤 其中空间水生生保系统研究是此次任务的一大亮点 将在问天实验舱开展 这一次任务最大特点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首次用鱼或者说鸡椎动物在空间开展相关的研究 我们的鱼和鲸鱼藻的话是构成一个小的松栽线 公司讲一个小水箱 只有1.25升的容积这么大 我们这里面的话呢装了几十克的金鱼藻装了四条斑马鱼 它实际上以后我们不是单独的看鱼或者单独的看藻 鱼要消耗氧气 鱼的排泄物呢又作为藻的营养 藻的话呢又利用这些水料 利用鱼排泄物作为水料 同时的话呢 藻的话光照的产生氧气 又作为鱼呢 呼吸的所需 仓怀星提到 在太空养鱼不需要换水 因为实验装置底部安装了复杂的过滤净化装置 同时在轨期间 航天员将定期采取水样收集鱼卵 在实验的过程当中 每隔一定时间就是我们抽一定的水 这个水的话是含着它一些各种各样的成分变化 要带回来 同时的话呢 希望在天上能够等到鱼产卵 而产卵以后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卵的话收集的话再带回地面 对这个卵的话呢 也进行更深入地 预计的话一个月左右 但实际上可能的话会长一点或者短一点 因为什么呢 这个鱼它到天上去以后啊 环境变化以后的话呢 这个它跟地面上 它跟人一样到陌生的地方啊 它总会有 我们叫这个科学上叫应急反应 本来在地面上 可能我养7天或者养15天 它就产卵了 但是到天上 具体是多长时间的产卵 这个是鱼一定会有技术 沧槐星表示 这项研究不是单独观察鱼或枣 而是要研究整个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 能量循环规律 水的酸碱度 生物的代谢产物等 这一创新性实验 旨在探索太空环境 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将为人类实现动物的太空繁殖 饲养 乃至在太空构建 更复杂的生态系统 建立研究基础 为人类移民太空增添可能 沧槐星还透露 未来 中国空间站的生命科学实验将越来越复杂 难度也会越来越大 比如开展小鼠实验 动物胚胎空间发育实验等